我叫陈小杜万杰 粉丝投稿的一个片子 片术贼傻 说是卖刷灰生的软件 这个片术比较新奇哈 不过这个东西肯定不存在 如果有看到同样片术的 一定不要上当 我这儿加他好 一直没等到他 我在先他就不在 我不在他才来 我好不容易遇到他了 抓紧问问他是否是卖刷灰生软件的 他说是的 目前还可以使用 50元 刷的数量不限制 好高大伤 我问他会不会封号 安全吗 他说非常安全的 不会封号 但是就怕官方修复 说的跟真的一样 那我怎么交易 他说微信吧 我没微信 我们俩加QQ 于是我就加了他QQ 他让我直接支付 然后就给我 可是我QQ没钱啊 微信也没有 他说那怎么买 我问他还有什么支付方式 他说QB也行 不行 我也没QB 你看这样行过 我这儿有好几个亿的昏乐豆 我送你点 他问我 那是啥 你他妈连昏乐豆都不知道是啥 还怎么行走江湖 就是那个四个王带俩二 丢个炸弹 贼有范儿的那个游戏 他说没玩过 唉 看他还是年轻啊 他还说要那个没用 不要 我刚看了一下 它是PC登录的游戏 于是我就对他说 要不然这样 我有外挂 咱俩活完 他问我什么外挂 我就给他传了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一次帮粉丝拍位 结果他不小心给我踢了下来 我在上号的时候就这样了 具体我也没有试过 是否是Bug还是啥 总之 这造型犀利 屠夫一直没挂我 是因为前锋在附近 队友一直在掩护我 因为我再挂就飞了 于是我就和他说 这个外挂 就是你想开的时候 你就消失了 屠夫根本发现不了你在哪 于是他就相信了 我就发给他一个乐稿软件 我告诉他 关闭杀毒软件 因为外挂都容易提示病毒 我全关了 然后开了外挂再开游戏 他果然照做了 本天没回话 过了会儿手机发来消息说 他运行后 电脑就坏了 弹出很多对话框 点也点不完 一点就有个大汗的声音说 快点我坚持不住了 我也不知道是快点 那个对话框 还是快点 毕竟他是在打字 我也分不清 他问我该怎么办 不办啊 一面你以后再骗人 慢慢点吧 这个点十万下就好了 这个外挂叫 鼠标点击模拟器 训练手速的 而且还有猛男语音 极为贴心 这样你不会点的无聊 他说他都没骗到过人 一分钱都没骗到 希望我能告诉他怎么弄好 以后不骗了 他真的是一次都没骗成功过 不是不告诉你 是我也不知道咋弄 我就编造了 点那个对话框 十万次就好了 其实我都没敢运行那个程序 我怕系统出问题 我直播播不了 也希望你以后不要骗人了 好好学习去 告辞吧 忘了我 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然后我就让他进入了 我的黑名单 视频的最后说下 上期说公布片子部分信息 有不少粉丝留言劝我还是不要了 因为毕竟有的还可以改邪归账 如果公布了 可能有网络包里出现 我一直以来没有公布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考虑再三 部分看着不严重的 我不会公布的 但是那些屡教不改 甚至非常恶劣的 你就自学多福吧 好了我还得去修炼火球术去呢 告辞